我都不想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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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小姐冷静冷静 我们结婚吧 停停停 停停 呃 我们别扯那些 城墙烂掉的事啊 好吧 那今天大家坐在这儿 我们讨论的就是 要给萍萍 怎么样一个更好的未来 我们直接谈条件 那我的条件是 一 我要萍萍的抚养权 二 萍萍 她是东远集团 未来的继承人 我不可能让她流落在外 她必须信念 好吧 这我的条件 你们条件是什么 开出来 第一 支付我的当事人谭静 自孙平出生以来的 抚养费 治疗费 以及被遗弃多年的 精神损失费 人民币五百万 第二 既然您说 孙平是东远集团的继承人 那么 就请从您的名下 赠予孙平 东远集团百分之五的股权 共计是六万七千四百五十二股 你开口要百分之五 那等于至少是五亿 你说 这样的条件我们会答应吗 如果不同意 那么 孙平的抚养权 就归我当事人谭静 我给你 你现在就签字 五个工作日之内 我把你所要的东西 统统到你的当场 不要不要你的钱 我 这不是我的本意 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你还想干什么 我养了瓶瓶六年 她是我的孩子 你凭什么说来就来 就把她抢走了 你为口也太大了吧你 都跟我在一起 我一直是她的母亲 别看你的五业人好不好 你突然间跳出来 让她的扶养权 你不要拿瓶瓶了 威胁我 我不能把她的瓶瓶瓶 我本来就没有消息了 你以为瓶瓶瓶是养权的吗 你以为瓶瓶瓶瓶吗 我能不能消你的钱 盘小姐冷静冷静 我们结婚吧 这次是不是 我不想平平才提在我们中间 被我们拉来扯去的 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 需要母亲 也需要父亲 我们结婚啊 对平平来说最合适 聂宇深 爸 我是认真的 你不就是想要 孩子的抚养权吗 我们结婚了 我们就是共同的抚养人 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聂宇深 你把你脑子弄不干好 你胡说什么你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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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散了啊 孙子军 你来干什么 我又不来 这孩子就要快改姓了吧 这关你什么事 各位 我 你们这不是讲法律吗 我今天来给你们讲点真事 让你们了解一下 某些人的真实嘴脸 我是这个孩子孙平的父亲 我有权说话 这是我师父 谭绍华 这是谭 谭靖他爸爸 我师父这一辈子 行的端做的证 没干过这么缺德事 最后是被奸伤所害 死于非逼 一身的清白 全毁了 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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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白都给毁了 不说话当天 家破人头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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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找出证据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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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这些人给我把他 让师父抢命放出去 师父 师父 你放心啊 你就 平平就你这一外公 没有爷爷 他们不配 你 让他出去 平平不见了